小叶辉迪又名小叶梨 属于梨科梨蜀 网络上的资料说他主要长于休耕的稻田或菜谱 说来凑巧 这次发现他的地点正是菜园边的田梗 虽然认识他有一段时日了 但过去并没有遇过他 自然没有尝过他的味道 今年不知怎的 阳台盆栽里竟然长出一颗小叶梨 由于吃有一株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因此稍早采收盆子里轮回时并未特别介绍 谁知道几天后就在野外遇见了 可惜都已开花 植物最佳食用期是开花前 一开花养分会优先供给花朵 以便繁衍后代 在此情况下叶子就长得不好 毕竟一般可食植物的部位都是叶子和嫩精 虽然碎花也可食用 但吃起来有破壳之感 像吃到的种子一样 口感蛮微妙的 话不多说 先让大家好好认识他的样子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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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对它的味道没把握 不敢贸然尝试太复杂的做法 不敢贸然尝试太复杂的做法 料理之前我少量试吃 感觉它有芝麻的味道 于是想起麻油和姜丝是绝配 于是决定将它炒姜丝试试 炒姜丝的味道还可以 但仅仅是尚可 没有令人惊艳的味道 我相信还有更好的吃法 于是又去采集了一些 准备和冰箱里的莫仔鱼一起下锅试试 果然爆炒莫仔鱼的滋味结出多了 绝对称得上可口 先前的芝麻味是错觉 其实它没有很奇特的味道 算得上是好吃的野菜 特别介绍给大家 感谢观看